来关注一个突发事件 青岛两位医生到海南开会 途中碰到了紧急情况 两人迅速展开救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月8号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的医生赵文军 齐兴斯到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参加会议 下午两点左右 在医院门口看到一名患者 突然倒地不起 发现脸色就非常的苍白 没有任何的血色 头上脸上就全是汗 就是那种呼吸困难的表现 至少是一个休克的状态 或者说我们说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 心圆性猝死的这么一个表现 通过初步观察 赵文军发现患者脸色苍白 口唇缺血 静动脉搏动消失 于是立马对患者进行 胸外心脏按压 此时同行的齐兴斯医生 也赶忙上前参与抢救 当时我离这个现场 大约有20名远 他家小孩还在车里 所以我就在这个车 和抢救现场中间 赵医生的心拉压的时候 我们就联系他这个急诊 经过两位医生 轮流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患者脸上逐渐恢复了血色 随即被转入当地医院急诊科 最终在青岛和海南两地医生的 联手救治下 这位患者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这属于有点像我们的这个职业本能的反应了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迅速地展开抢救 这个病人一定得活 必须得活 赵文军医生介绍 心脏骤停是人群中常见的极为重症 急救的黄金四分钟尤为关键 第一就是开放气道 我们说你不能让他把头这样抬着 让他平握之后把头这样扬起来 如果口中有呕吐握 就可以把他给他清理一下 第二步的话 就是进行一个胸前去的一个胸外按压 医者人心 赵医生那句 这个病人一定得活 必须得活 让人十分感动 为两位青岛医生点赞 同时也提醒大家 在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 一定要先拨打120 平时也要多储备急救知识 把握急救的最佳时间